十五年前 我四十五岁 那时候我带我妈去做骨松的检查 那时候她七十五岁 我四十五岁 那时候 因为我反正已经带我妈了 所以我就顺便我自己做 结果我四十五岁 她告诉我我骨松是五十五岁 然后我妈妈七十五岁 她骨松是九十五岁 然后后来经过努力了以后 大概两年吧 两年还是三年 我去打网球 我去打网球 结果我的骨松就正常了 而且还比那个 比你的年龄还小 对 应该就是说有进步 是 本来是零点九多少 后来变成一点零多少 这样 确实数据我不记得 但是我都有留我的资料 那我妈妈呢 后来我有带我妈去游泳 因为游泳要走路过去嘛 所以我妈妈的骨松也有进步 对 那现在我有给她做过骨松 那她在她的年龄层 就是九十岁的年龄层 她等于是中等 那九十岁的是在中等 我都在你右边了哦 会痛吗 會痛嗎?會痛嗎?會 他平常在機構裡面下童的時間大概有多? 兩個鐘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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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是住在哪一家機構? 我們在厚山皮那附近 是中華醫院那邊嗎? 對,那附近 所以我們都是去中華醫院看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永不放棄的人 好要再好 你看我媽的手啊 他本來每一個指頭都有那個耳頸 最後一節都有耳頸的那種現象 可是現在只剩下一隻手指頭了 現在剩下不是中指 是無名指 左手是無名指 其他那邊都沒有了 其他那邊的那個耳頸現象全部沒有了 現在最嚴重的是左手的無名指 這邊也可以了 這邊也可以了 這邊的耳頸現象已經全部都解決了 為什麼一個禮拜 你會出來多次見幾次? 呃,我們本來是 呃,我們是 在中華醫院一次 然後在小診所 大概是兩次 那怎麼會想要跑來這麼遠的地方? 呃,是因為我覺得 他的那個 呃,左腳 嗯 左腳跟右腳的屬膝部 它有很嚴重的濕疹 呃,原因是他的腳 這樣Q的很厲害 這樣Q的很厲害 所以呢,他那個地方就皺褶 皺褶 然後就失整了 那 越來越嚴重 最近越來越嚴重 所以 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 我需要讓他 因為他放在床上 躺在床上的時候 他腳都是Q的 那造成這種現象 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 那他們 他就是在下面 點一個東西 或這樣點 那我覺得 我看起來好像 我總是希望 有更 這個 更好的 Solution 這樣 嗯 好 待會兒我要看一下 奶奶她的下肢的關節 請 好 好的 好 好的